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好 说的好 谢谢你支持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9号星期三 今天影片开头的这个小视频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 狗哥呢 是待会儿再详细的说 狗哥呢 先说一下 这两天中国舆论里边爆棚的一个大的热点 就是古爱玲 反正狗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这个从头到尾 对于这个中国最广大的这个粉红们来说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正能量 是非常的这个打鸡血 所以呢 这个正能量啊 他呢 就不分相后了 先说一下这个古爱玲的正能量 然后呢 再说一下这个习主席 和很厉害的中国这个整体的这个正能量 在这儿呢 狗哥呢 也想这个很nice的提醒一下 长期以来一直在偷偷的看狗哥影片的这个中国广大的粉红们 就是这个关于长期你偷偷的看狗哥的影片会产生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你这个看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对这个自古以来啊 这个呢 在中国是很正能量的这么一个词 你可能呢 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比较恶心的这种反应 甚至说呢 你这个看狗哥影片的这个时间长了 对正能量这个词本身呢 也可能呢 会产生一些这个不舒服 甚至说呢 这个恶心的感觉啊 你像这些呢 都是对这个中国的粉红们来说 长期偷偷的看狗哥影片呢 可能会产生的风险 所以呢 狗哥是感觉呢 在这儿啊 很有必要 很nice的提醒一下 关于这个古爱玲 狗哥呢 本来是没太打算去聊他 这里呢 主要呢 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古爱玲 这个呢 她只是一个刚成年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狗哥是查了一下啊 她呢 是在2003年的9月份出生的 到现在呢 就是这个刚满18岁 没几个月 而且呢 你其实按照美国的标准啊 年满21岁才算是这个正式的成年 所以呢 对古爱玲 这么一个算是刚开始 有这种自主能力去生活的人 用中国人熟悉的一句话讲呢 可能这个呢 就叫涉事未深 这个呢 就叫刚开始踏入社会 那对这样的人 狗哥呢 是不愿意去多评价的啊 因为他们是涉事未深 所以呢 他们呢 就可以有这种大把大把呢 去各种犯错误的机会 第二点 就是古爱玲这个女孩子的背后 肯定呢 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这种商业化的团队 这个女孩子她表现出来的这个很多东西 其实呢 都是商业化运作的结果 你就是说呢 大家看到的 大家感受到的这个古爱玲这个形象 其实她并不单纯就是这个女孩子本身 其实这个呢 是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再加上在她背后进行商业化运作 进行政治运作的一群人 他们共同塑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呢 是狗哥呢 原本啊 是不愿意聊古爱玲的另外一个原因 但是呢 从昨天到现在 这个古爱玲她在中国舆论里边 这个表现是让狗哥呢 是感到有点恶心了 所以呢 今天呢 就主要呢 要聊一下啊 狗哥呢 要强调一下啊 本来狗哥呢 对古爱玲这个人没什么感觉 因为跟她是一点都不熟 完全不认识 而且呢 对她从事的这个滑雪项目呢 也完全不熟 没什么兴趣 狗哥自己呢 也完全没有玩过 所以呢 对古爱玲这个人真的是没什么感觉 她昨天在北京冬奥会那个项目上拿到冠军 拿到金牌 据说呢 是在这个比赛里边是表现的这个非常棒啊 你如果说非要狗哥对这个表态的话 那狗哥呢 也会为他感到是非常高兴 会认为他呢 是很棒啊 因为那个比赛本身应该呢 还算是这个公平竞争啊 那在一场这种公平竞争的世界顶级体育赛事里边拿到冠军 这个呢 肯定呢 他呢 是会很棒啊 这个冠军的背后呢 也肯定意味着 古爱玲他自己很辛苦的这种付出还有努力 这个呢 是肯定的 所以呢 狗哥认为呢 他呢 会很棒 但是呢 这个问题在于 昨天这个古爱玲代表中国拿到金牌以后 中国舆论里边对他表现出来的这种狂热 表现出来的这个各种吹捧 各种舔 各种贴 各种靠 这个呢 就让狗哥呢 是感到这个比较的恶心 而且呢 是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虚假 非常的虚伪啊 这方面就让狗哥呢 感觉呢 就是想聊一下啊 所以呢 其实狗哥今天主要聊的不是针对古爱玲这个人 狗哥呢 主要是针对中国舆论啊 针对从昨天到现在这个在中国表现出来的对古爱玲的这种情绪 大家来看这个古爱玲他的热度 这个图片显示的是在这个最近七天 古爱玲这个中文名字在Google搜索里边的这个热度的变化 蓝色的是古爱玲这个名字啊 红色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个名字啊 大家呢 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昨天古爱玲拿了金牌以后 他的这个热度呢 一下子就把这个习主席呢 是打到这个山谷底下了啊 这个蓝色的这个古爱玲呢 可以说呢 是上了天堂 红色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呢 他是在这个下边的山沟沟里边 这个呢 就是反映出古爱玲 他这两天这个热度 这个呢 还只是在中国墙外边这个Google搜索里边 他反映出来的热度 他反映的可能主要呢 是这海外的中国人对古爱玲的这种狂热 那这个在中国墙里边 这个对古爱玲的狂热 他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呢 就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墙里边呢 现在呢 只会是这个更狂热 成千上万倍啊 这个呢 就是古爱玲这个女孩子 他现在在中国人里边的这个热度啊 真的是这种特别特别的火爆 其实关于这个古爱玲可以聊的这个话题呢 有很多 狗哥呢 就随便呢聊几个点 第一个 就是古爱玲 他为什么会在中国那么火啊 这次这个北京冬奥会 中国有那么多的这个运动员 为什么偏偏这个古爱玲他最火 狗哥认为呢 古爱玲他这次能够火起来 主要呢 是四个原因 首先 这个古爱玲呢 他呢 是满足了这个中国人整体上 在内心深处的这种重洋媚外的这种心理 这一点呢 可能是比较难解释那么一点 所以呢 狗哥今天呢 就不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呢 去详细的进行解释了 狗哥呢 只说结论啊 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来 中国人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心理特征 就是重洋媚外 那从根字上讲 这个呢 是一种自卑的心态 大家别看在这个中国政府 他的这个官方宣传里边 这个自古以来啊 都是要这个坚决打倒帝国主义 说这个墙外边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呢 是水深火热啊 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呢 都需要中国人的去解救啊 在后来 中国这个进入这个战狼时代 中国最广大的这些个战狼粉红们 有着整天骂这个境外抵对势的 整天抵制这个 整天抵制那个 但其实在实际上 中国人内心深处这种重洋媚外的心态 这种自卑的心态 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人在这个内心深处啊 还是非常看重这个洋人的 郭爱玲他至少呢也算是这个半个洋人 他显得是这个非常的洋气 所以呢他跟那些纯土鳖的这个中国本土运动员比起来 郭爱玲呢他呢就会受到中国人的更多喜欢还有欢迎 我认为呢这个呢是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这个最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郭爱玲 他的这个形象还有成功 他呢是非常完美的契合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希望还有愿望啊 郭爱玲他有这个中国血统 但是呢他是出生在美国 他是在美国成长 他家里呢有钱啊完全不缺钱 而且呢据说这个姑娘呢还是学霸 在北京上这个奥书的培训班 然后呢被美国名校这个斯坦福大学录取 他这个外表上呢也长得这个很漂亮 很阳光还拿了这个奥运冠军金牌 狗哥必须要说 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中产阶层的美好希望和愿望 也就是说呢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个家长们 无一例外都会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能长成像郭爱玲这样的 所以呢郭爱玲他才这么在这个中国的舆论里受欢迎 因为这个中国的舆论说白了 主要呢就是两种力量在掌控 首先肯定是这个中国的党和政府啊 中国的这些官方的宣传部门 另外中国舆论的热度反映的主要就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关注 还有愿望啊 你像这个其余的中国最广大的底层啊 那超过六亿啊或者说是八亿的这个中国人 像这些中国底层的这些个关注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里啊是基本上就反映不出来的 这个呢是郭爱玲在中国火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他呢是完美契合了这个中国的中产阶层 对自己的孩子投射的一些愿望还有希望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啊都变成像郭爱玲这样的 郭爱玲他火的这个第三个原因 那这个呢肯定就是他在昨天拿到了这个奥运金牌 他代表中国拿到了冠军 这个原因呢就不用狗哥再去详细讲了啊 中国最广大的这些个粉红里边呢 其实有很多是属于这个中国的底层 但是呢他们也会为这个郭爱玲去狂热 就因为呢他们是粉红 那郭爱玲呢代表中国是拿了金牌 所以呢这些粉红们他们呢就也粉这个郭爱玲 另外我认为呢还有第四个原因 就是这个郭爱玲呢 他是满足了中国广大的那些个老男人 小男人们的很多幻想啊 那这个中国的舆论主要呢也是这个男性掌控的 所以呢他们对郭爱玲的那种幻想 那种狂热就构成了中国舆论的主流 大家来看这个呢是中国的这个广东卫视 这次北京冬奥会节目里边的一个话题 叫这个古爱玲与全红禅 谁更受男性观众欢迎 狗哥刚才讲了 古爱玲是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子啊 他这个话题里边提到的这个全红禅 是中国的一个奥运跳水项目的冠军 据说在今年呢才15岁 那中国官媒他搞出来这么一个话题 讨论说这两个女孩子 其中还有一个未成年人到底谁更受中国男性观众欢迎 狗哥自己身为这个中国的男性啊都会为这个话题呢 是感觉到恶心 感觉到这个不舒服 大家来看这个前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昨天他凑这个古爱玲的热度发了微博 一开始这个老胡呢就说这个古爱玲漂亮有才华呀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一开始啊就赤裸裸的反映出了一种典型的老男人的趣味 所以呢狗哥刚才讲古爱玲 他在中国能这么活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满足了中国广大的这个老男人啊 像胡锡进这样的还有中国很多这个小男人他们的很多幻想 这点呢狗哥呢就不接受反驳了啊 这个呢是狗哥对这个古爱玲 为什么他在中国能这么活的几个原因的这个解读呢 另外一个狗哥想聊的就是古爱玲他的国籍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情况呢是非常肯定的 就是古爱玲他肯定是双重国籍啊 他这次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 那他呢就应该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但是在同时这个古爱玲他的美国国籍呢 肯定呢也没有放弃 这一点呢狗哥呢也不接受反驳 所以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法律 中国政府呢他是严格禁止双重国籍行为的啊 普通的这个海外的中国人像狗哥这样的 如果说是拿了这个美国国籍 或者说是这个其他国家的国籍 一旦这个被中国政府发现 那马上就会被取消掉这个中国国籍 被取消中国户口 但是中国的这个法律 现在为什么对古爱玲不适用 中国政府他为了一块奥运金牌 是不是就可以公然违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那这个是不是符合中国政府一直宣传 一直鼓吹的这个依法治国精神 当然了对于这一点狗哥今天也不这个瞎掰扯了啊 因为你跟这个中国政府 你跟这个中国最广大战狼粉红们讲依法治国 这个呢其实呢也是顿牛弹琴啊 狗哥今天呢 想这个重点的讲一点啊 就是古爱玲他现在在中国很火 他现在通过在中国的商业代言会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狗哥是这个非常保守的掐指计算 这个古爱玲他短时间里边也至少会在中国赚到超过一亿毛币 这个呢是至少 所以呢再往后这个呢就有戏了啊 因为那个古爱玲呢 他呢还有美国的国籍 他呢是这个美国的公民 所以呢古爱玲他在中国赚到的这些毛币 也都是要给这个美国政府去缴税的 狗哥呢再掐指算了一下 古爱玲他在中国赚到的这些钱 可能要把其中37%都要作为税金去交给美国政府 狗哥呢再重复一下 就是古爱玲在中国赚的这些钱 可能其中37%都要交给美国政府 当然了这个除非古爱玲他背后的这个商业团队 他们有什么样的操作 能够大量避税 那这个呢就另说了啊 但是呢不管怎么着 即便是这个古爱玲他不会老老实实的去足额交37%的税 那古爱玲呢他肯定也要向美国政府呢 交对于中国最广大粉红们来说是天量的这种税金 这些钱是中国这些最广大粉红们 这个加班加点干活猝死好几百次也都赚不到的 所以呢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中国战狼粉红们最近这几年呢 他们有一句名言 就是如果你在中国吃肯德基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给美国送子弹 那这个古爱玲他现在要把在中国赚的这么多钱 都作为税金交给美国政府 那按照中国粉红们的这个标准 这个呢就不是送子弹的这个问题了 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给美国政府是送原子弹 送核弹送航空母舰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狗哥经常讲的 这个中国战狼粉红们 他们极端分裂的一个表现 就一方面他们现在是狂爱这个古爱玲 是非常狂热的 在往那个古爱玲身上去贴 但是呢在另一方面 这个呢其实他们这个呢是在支持古爱玲 给他们最痛恨的美国呢是送原子弹 是送这个航空母舰 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的分裂 那关于古爱玲 狗哥呢今天就讲这么多啊 最后呢这个再送狂热吹捧古爱玲的 中国中产阶层面一句话 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个推特的网友啊 他说呢人家古爱玲有一张白人的脸 他能够在北京黄装补课 然后呢去美国考大学 最后呢他再回来在中国捞钱 在捞钱的同时呢人家呢还可以主要在美国生活 所以呢中国的中产阶层们怎么可能卷得赢 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说啊 古爱玲他这次在中国赢了 这个呢也就是让这个全中国人感觉都赢了 这次的这个北京冬奥会 也会让这个中国人呢继续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然后呢他们就会这个继续狂热的支持 最高领袖习主席在今年连任啊 正式开始这个终身制 所以呢可以说呢真的是这个很赢啊 非常非常的赢啊 就像今天影片开始的这个小视频 是前两天这个习主席呢 他会见来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阿根廷总统时候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反映了中国真的是很赢啊 这个中国办这个冬奥会 其中主要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么一种效果啊 就是你像一些老外一些洋人 现在都能讲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所以呢这个中国呢真的是很赢啊 然后呢这个习主席呢一高兴 据说呢就批了这个230亿美元的融资 给了这个阿根廷 那这次围绕这个北京冬奥会啊 不光是这个阿根廷 像这个习主席的非常知心的好朋友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呢也是非常给面子啊 亲自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结果呢习主席呢 他呢就批准了十几项跟俄罗斯的这个合作协议啊 这里边呢肯定是这个中国出钱啊 至少呢应该中国也要出这个上千亿的美金 所以呢这个事呢中国也是很赢啊 普京他这次去北京 狗哥认为呢呃有一个比较遗憾的点 就是在冬奥会开幕式第二天 习主席搞的那个非常牛叉的国宴 普京呢他呢是没有出席啊 普京呢是在前一天签完协议 拿到钱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开幕式 然后马上这个普京呢 他就回家了就回俄国了啊 他没有出席第二天的那个国宴 狗哥认为呢 普京他如果说啊再给点面子出席一下那个国宴 那可能他拿到的这个钱呢会更多啊 另外呢这个还有普京手下那几个小兄弟啊 就是中亚的那几个斯坦啊 在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 中国呢应该是给每个斯坦都提供了一亿美元的这个无偿援助 然后呢那几个斯坦的这个总统呢都非常齐刷刷的都到北京出席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啊 所以呢呃整体上讲啊 中国这次搞的真的是很赢啊 真的是都赢麻了 不说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